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 在深夜里锻炼的他想念我吗?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至右 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 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 请先按下暂停 已经选择好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 说想要带给予我们 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来看到选到左边 第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 你目前呢 在对说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也要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这边话所抽到的是 审判 那看事物选择这组的你们呢 仪式呢 你们好像想要对于说 赚关系 或者是说在对于说这个人 或许在因为你们断联了之后 其实在对于说很多事情上面 你们有一些新的见解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新的领悟 或者是说在对于这个人的部分的话 你们可能原本是对于说他是有抱持一些期待 或者说会有一些想法 那在对于说断联了之后 那或许你们可能有经历过什么 或者说可能有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说真的有从别人口中得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让你们在对于说这个人的话 把你们原本所认为认知的 重新去定义了这个人 所以仰慧认为说 或许其实在选择这组的你们 本来你们在对于说这个人的话 你们是真的有一些的想法 然后会有一些个人的独特独到的见解 就是说在对于说这个人的评断 那断联了之后 第一个是可能回忆上面 你们可能有很认真的去分析 很认真的去解析这件事情 那但你们其实有经历过了一段很煎熬 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 就是说你们自己所认知这样子 那或许你们应该所验证过 所以导致于说 让你们在对于说这个人的话 开始会 好像是越来越认清这件事情 或说这个人的最真实的样貌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有可能 这组的你们 在断联了之后 你们可能有从别人口中 或说可能有找到一些相关的证明跟证据 所以你们再回去看了 你们两间相处的过程的回忆 或者说照片 或者是文字的讯息 让你们重新去认知到 原来你好像总是活在谎言里面 或说你总是活在他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或许曾经 在对于你是非常的诚实 然后也是把你看得很重要 或者是说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 总是会把话说得很漂亮 或是他总是在你面前会装可怜 但实际上在你跟他接触 应该说在跟他分开之后 然后这段期间 你们或许找到相关的证据 或说从别人口中得知一些相关 他的一些事情 然后再回去做推敲 当时的那个情况 或者说当时那个时间点 你们会发现到说 原来这个人他总是在骗你们 或说他好像很多东西 都没有明确的让你们知道 所以你们会觉得 其实自己有点像是 因为在断联了之后 你们去看清了很多 一直以来你们觉得心中很困惑的事 或者你们心里面 一直不太敢去真正面对的事情 那杨卉觉得说是蛮恭喜你们的 是因为现在你们 其实会以能够更客观的角度 或者是更忠烈的状态 或者是在已经清醒的人 因为这组的你们 其实看起来算是说 终于重赚感情里面 一个比较没办法去接受一件事 或者是说没办法去 以终于的角度去看待这种关系 这个人的这个状态 你们已经抽离了 所以现在你们其实算清醒的 是客观的 只是因为当初那件审判牌的时候 其实代表说你们心里 还是会有些疙瘩 或说还是会有些留恋 但杨阳相信 接下来你们其实会随着时间 你们慢慢的拉长拉远 或者说再随着时间 你们渐渐的去享受到 你们目前现在生活中的当下 你们会更加的明白知道 你们心里面真正到底是想要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个人之后 你们或许会开始慢慢的放下恨意 会用一种最平淡的方式 去看待这一段的关系 或说看待这个人 好那现在我们所抽到的是圣碑石 好那圣碑石呢 实际代表说 其实在这种你们的话 第一个是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人是蛮适合当家人的 然后或者说这个人其实蛮适合当最要好的挚友 好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解释 那比较负面解释说 你会认为其实在对说这个人的话 如果说真的撇除掉在关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状况 或者是说真的撇除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或者说撇除掉他个性中比较阴暗的那一面 基本上这个人跟你相处过程里面 两之间互动的习惯 或者是情感上的表露 对于说彼此在乎程度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说在撇除掉 如果说是双同性面的话 就可能会撇除掉关于在社会价值观的压迫 或者说两之间性向这部分 撇除掉的话 其实会觉得两间是真的蛮适合共组一个家庭 或者说蛮适合走更长远的关系 那圣贝使然会觉得 如果说除了关于组这个家庭 这个比较狭隘的讲法 也会更加认为去把它推下 是一种长远的伴侣的关系 因为现代的生活中的话 不一定代表一定要结婚 有时候也只说是长远的伴侣关系 或者说长远的爱情中的关系 所以以某种结论来说 有可能这组的你们 其中有个应该是补运的 少部分啦 没有到全部 第一个是补运 或者是说像扬尾 或者是说可能在对说性人感的这个部分 所以导致说 那两间可能在过往的关系里面 会容易遇到一些的状况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 人类的最原始的欲望 这部分是比较需要去面对的困难 或者说面对的一个挑战 所以说在对于你们两之间的 对于应该说你在对于她的话 其实在撇除掉很多的部分 你还是会认为基本上真的是蛮适合走长远关系的人 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断练了 或说因为现在两间的关系 其实也很难会再回到从前跟突破 所以呢 少部分的人可能会认为说 会再想给这个一次机会 但这一次机会就要看对方的表现是如何 那大部分人来说 你们会因为透过这个人了之后 你们会更加的明白跟明确的知道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感情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长远的关系 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伴侣中的关系的未来 跟人生中未来的方向跟走向 可能这个跟本身圣碑石会有一点 差距上面的解释的方式 但是对于说杨阳看到这两张牌的话 所感受到宇宙所想要转达给大家的这个意思 那给你们做参考 所以呢 杨阳会认为说 其实在雪花在族的你们 目前看起来 其实你们比原本在还没遇到他之前 或者说在还没失去他之前 你们更加的去认识到你们自己 在对于说一段感情里面 你们真正想的是什么 那杨阳会认为说 现在你们其实在对说挑对象这件事情 或说爱情中的一个经营的模式的话 你们心里面已经很清楚了 已经有一个轮廓出来了 对杨会觉得说 其实这组的你们是变得越来越成熟 好 这样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六 好杨来把牌卡 调整一下 好 那如果说在关于权杖六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意味着说 现在你们的话会 有一部分就是可能会觉得 还能够跟对方当朋友 或者是说是能够去当点头之交 或者是说你们会 对他会觉得 其实他或许现在是蛮享受 他自己目前的生活中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以这身上牌的话 如果说我们本来就知道 对方是已经 现在已经有对象的人 那代表说你们其实会觉得 蛮能够祝福他 或者说你们是看好他 或者说你们是也希望他可以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是他跟别人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说你们 不确定对方有没有 跟别人在一起的话 就代表说你们还是抱持着一个 比较善良的心态 去希望说对方现在生活过得好 或者是说对于自己的生活 是不会有 去影响到你的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们是抱持着一个 比较正向面的 想法 去看待于这个人 或者是说看待于你们两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只是如果说有一天对方当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其实你会能够跟对方聊天 或者说你会愿意去接纳这个人 对那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讲法 那如果说你们的想法上面是属于 比较真的是完全看清的人 或者是说是一个 决定比较果断的人的话 那你们就会认为说 其实在这种关系当中 两只件事能够走到现在这样子 互不相往来 或者是说是好聚好散的 这样的情形 你们其实也是抱持着一种 他过得好我也过得好 那两只件就是各走各的路 然后这个平行线 你们会希望说 彼此是一个散的循环 你祝福他 那他也会有机会祝福你 或者是说你们对于说 这种关系是没有抱持着仇恨 或者说没有抱持着怨念的话 那你们会认为说 其实这些的好的一个循环 也是会回到你们身上 那杨卉认为说 其实这组的你们 其实在对于说 这种关系 或说对于这个人 你们看来其实蛮透彻的 然后你们现在其实 本身的状态 应该也不会到太差 但是似乎看起来 你们本身 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终于从这种关系走出来 然后才终于去 重新认识到你自己 因为透过跟这种相处过程 里面的曾经的回忆 你们更加明白到 其实你们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一个感情生活 或说你们更加明白到说 一段感情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就算真的 两之间非常心灵相通 或说真的 两之间有很多的 经历过很多的风波 或说受到身边 很多人的祝福 或说很多人的帮助 那最回归到原本的 现实中的状态的话 还是容易会感情 受到现实中的一个迫害 或是现实环中的影响 或是一些外的因素 都会去影响到 一段稳定的感情 所以这组的你们呢 本身对说这个人的想法 目前算是一种 蛮积极正向的 就是也没有到那么执着 但是也是到 一个愿意去祝福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那如果说这边 验证牌是有符合的话 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选到 第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再继续往下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在深夜之中的话 他会想起你们吗 好这边话所为大家 抽到的第一张牌是 圣杯八 好那圣杯八的话呢 这边也会认为说 或许在这个人的感情史 或者说过往的感情经验当中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 曾经的亲密关系里面 这个人的话 他应该是有经历过一些 不少事情 或者是说 他一定有在感情中 有受到一个很 让他觉得蛮失望的 痛苦的伤害 那这的话 我们也可以解读成为 如果说他一直来都是单身 然后有可能 他在过往的单身的时光里面 总是会喜欢上 不会喜欢上自己的人 或者总是被对方给分手 或者被对方给抛弃 或者对方也是这样 突然断脸的状态 所以导致于说 他自己本身在看待于爱情 或说看待于感情的这个部分 他是属于比较悲观的 或者说他也是 比较没有办法 用一种正向的方式 或者说比较正面的态度 去看待 那最后期在深夜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会去想起 关于 他自己本身的感情史的 事情上面 那如果说 当出现圣杯巴的时候 亚恩会更加解读成为 这个人他就是因为 自己本身内在的一个不智性 或者是说内在的对于 他的不智性本身是在对于情感的部分 所以他自己在想到你们两之间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认为本来就应该会这样子 或说或许当关系里面走到这样的状态 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改变 或者说可能比较没办法去扭转的 所以如果说当出道圣杯巴 就代表他自己本身 或许也会认为 这段关系会因为两个人之间 在断联了不久之后 或说只要都没有任何联系之后 他应该就是能够 从这一段感情中去抽离出来 或者说能够 从这段感情里面 不会再去被情绪给绑架 或者是说不会再被任何的 他会觉得其实这些东西 他会发生都是本来就预测好的 或说就是预知到的 那他自己本身还是会 有时候会想到你们这样子是 是有的 可是他想到的这些感觉跟事情 通常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好了 因为或许以他角度来讲 会觉得他没有做错 可是以你们的角度来讲 会觉得他应该是有做错什么 虽然他自己现在也会这样子 如此的负面 也是他旧有自取 的人也是不尽其数 也是会有的 好 这边他所抽到的是权杖六 好 那权杖六的话呢 大概会分几种解释 那也希望说大家就尽可能的 可以以比较客观的方式去聆听 客观哦 因为杨阳这边的话是大众战谱 所以杨阳会尽可能把可能不同种的可能性都说出来 那如果说你们会想要再做更深入的话 就是在做预约个人占谱 或者说可能去找新人老师做占谱也是可以 或说像你们的信仰去做个询问 比如说庙里秋千拜拜 好 因为如果说当出现这两张牌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最明显有可能这个人本身跟性有关 所以呢 如果说这人本身如果是性运比较强的 或说可能你在刚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属于比较好色型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在深夜时候 虽然可能跟别人做了床上的亲密运动 但是还是会想到你们 然后或者是说他把亲密运动的对象当成是你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有可能这个人 他如果说心里面比较孤单跟寂寞的话 他可能就投怀送抱到别人的怀里 或者说去找一个让他觉得 是能够去感受到温暖 或者说让他感受到有种安全感的那种人 那他可能就会跟那个人 比较有一些在亲密上的一个行为 或者说他可能会去多认识不同的人 或者说他可能就会去一些深色场所 去认识 就是说去认识不同种类的人 然后去展现自己的魅力 去让自己感受到 其实他也是值得被人爱的 那从这个找到魅力的过程里面 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自信 这变话其实也不代表说 他去跟别人展现魅力这件事情 会一定会跟别人干嘛 可能就会顶多有暧昧的氛围 跟暧昧气氛 那其实这些最主要也是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 三杯八三张牌的话 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说 在深夜里面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会在黑夜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感受到有一种莫名的孤独的感觉 孤单的感觉 或说会从内心深处 油然升起的那一种 好像被这个世界给抛弃 其实只是单纯在说 他自己本身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或说他情感的情绪上面 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 因为他或许一直在感情的状态里面 都是一直没办法找到 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 或者说他总是没有办法看到 对于他自己来讲 是值得去依赖相信的人 或说总是没办法遇到 自己属于自己一段感情 所以当他一直都在这样一个 失败的状态 不断地轮回之后 其实他本身在对情感这部分 越来越没有自信心 或说他会觉得 或许自己本来就很难 可以找到一份感情 那既然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份感情 我就好好做 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 或者说去体验 我想要体验的生活 或者是说 让我自己去感受到别人 其实也是对我有好感的 所以呢 当如果说你们当初 使用这种软理会认识的话 那你们两间断联之后 其实他也还是会在深夜之中 去找别人 去用这种软体 所以其实在你身上 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怎么对待你 他现在等同 也是用同样方式 去那样子对待别人 那这个人并不是代表说 他是一个不负责人 只是因为对于现在他来说 比较像是一种 想要在一个迷 迷惘的状态之下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或者说找到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定位 所以呢 他自己本身在看待于 他目前的人生这种状态的话 他会觉得是在一个转换的时期 或者说还在一个成长阶段 好 那我们刚刚再回到原本的 圣杯八跟权杖六的这个部分 那第三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人他可能本来就很喜欢交朋友 那可能就去和不同的人认识 但是就 有可能会把别人当成是一个可发展的对象 所以现在他本身在或许面对于情感的部分的话 他是一个比较不挑剔的人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不确定 应该说你们在刚当初跟他快要分手 或是跟他断联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可能有其他对象的时候 那这时候以他折张牌的话 就代表说有可能现在他是已经有交往中的人了 或者是说他已经有其他的对象了 对因为这变化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情感这部分的话 他比较不会停留下来他的脚步 他会尝试着多和不同人相处 多和不同的人见处 那只是单纯因为他会认为这样的自己 是比较能够感受到 自己是比较有自信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跟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表面上看起来不怕孤单寂寞 事实上他非常希望有人能够疼爱他 非常渴望有一个让他感觉到是有安全感的地方 所以这个人当初跟你们相处的时候 千万你们可以回想起来 不要用你们的认知去看待这个人 或是说别人所对他的评价 你要跟他相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有一些隐藏起来 或者是说把他掩饰很好的那个情绪 如果说你们当初有意识到 有发现到的话 那就是你们的直觉是对的 好 那这话所抽到的是圣杯歧视 那我们刚刚甚至提到说 这个人他蛮容易 可能或者说也会去找别的暧昧对象 或者说可能会对别人投怀送抱 或者说可能会跟别人做一些亲密的床上举动 好那所以代表说现在他呢 任何人都可以是他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任何人都会是他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 那当然任何人也是要符合到他自己的本身 在对说那个人的条件状况之下 好那如果说 这个人呢 他的火星星盘里面 如果说是有火象星座的话 那其实就会很容易跟别人会有一些在亲密上面的一个举动 对这个你们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应该说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他是不是的火星 他的星盘里面是火星的公位 是不是有火象星座的这样的情况 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呢 目前他就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他现在其实就会还蛮想要去跟别人有些互动嘛 那这些他的想法的概念里面 就是会认为说 或许他其实跟这个人可以试试看 或者说可以相处看看 那说不定有可能 这个人就会是他外的另外一半 所以现在他如果说本身是属于单身状态的话 他其实还蛮想要谈感情的 他本身还蛮想要谈恋爱的 那他想到你的时候确实会 确实有时候当没有人可以理他的时候 或说总是他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那他就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 会想到你们俩之间好的那一面 或者说开心的那一面 就比较不会去想到曾经不好的那一些 如果说是真的不好的话 那他也会把这些记忆给修正成为是好的 这是一个在断联之后 他本身在看待于已经失去的人的这个部分 可是他想到好的 或说他把不好的转换成是好的 那也不会代表说他会想要再回到你们俩之间的这个身边 感情还暂时没有错 或者是说这份情仪式也还有在 或者说他再对说你们之间的断关系 他也依然呢还是会很在意 可是在这个在意的根基之下 他还是本身认定为说 这段关系是已经过去了 这段关系是已经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很难有一个结果 所以呢他也不会太过于执着 或者说不会太过于 去认为说一定要多做点什么 或者说去挽回这段关系 因为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他已经去看淡去看清的这个事情 他会把对你的思念 或者说对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段关系中的一个遗憾 会投射或者说加注在别人身上 他对你的遗憾会去对别人好 他对于说你这段关系没办法做到事情 他会去跟别人一起做 他想去做的那件事 就看谁可以陪伴他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他当初跟你们之间断联的时候 他是属于没有对象的话 那现在他也只是单纯在找一个适合的人 所以呢他应该是会有一种多方面尝试看看 多方面认识不同人的降心 他比较没有特别专注说是一定要谁 那如果说你们当初分手断联之前 他是已经有对象的话 那代表说其实他就会 可能还在跟那个对象纠结 或者说还在跟那个对象纠缠 还在跟那个人继续的 就是相处下去 就会他自己本身在对说情感这种想法 现在呢比较像是一种 他想要让你们两个人双方之间 彼此之间都能够去放下对说 这种关系中的情谊上面的一个执着的感觉 对所以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表示说其实你们在这种心里面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说你们在这种心目中 其实是比较没办法被任何人给取代的 那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环境时间 或者是说所经历的事情 也会去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 关系中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再回到 原本你们验证牌的地方 其实你们都同样有抽到权杖6 所以代表说你们两个之间 对于说这种实际上相处的 这个当下的状况 我们是有吸引力的 甚至你喜欢跟他相处 他也很喜欢跟你相处 可是在对于他来讲 喜欢跟你相处的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他本来就抱持这段关系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或说这段关系本来就容易会 没有办法 不一定会有结果 或说甚至本来就不可能会有结果 那已经曾经享受过了 曾经也拥有过了 那么就不应该再如此的留恋 因为如果说如此的留恋的话 也是对彼此双方都会造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或说也会让彼此双方 在外的人生当中会显得比较为难一点 好 这段话是在我们第一part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part的部分 那对彼此双方会想起你们呢 好 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五 好 那这段话权杖五呢 似乎在以他的角度来说 呃 你们俩 就是他在深夜之中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就讲到好的 那如果说你们曾经有过雨水之欢的话 那这个对他来讲也就是 让他感觉到是比较 呃 他蛮喜欢的 然后他也是有点意犹未尽的 好 这个是有的这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他自己本身想到 关系里面的话 呃 他会想到两之间曾经的一些的冲突 或者说一些的矛盾 可是他这些冲突跟矛盾 并不是代表说他有多讨厌这件事情 或说有多讨厌你 而他会认为说 当发生这些的矛盾点 或说当发生这些不愉快的时候 也是意味着 可能他就比较不适合跟你像这样的一个人 在一起 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相处 我们俩之间的交流 我们俩之间的互动 也是成为他在日后里面 在对手挑对象 选对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呃 好的 他会可以继续在别人身上挖掘 不好的话 他会希望说对方 其他人就不要跟你相同的 呃 这种不好的特征 或者说不好的个性 不好的相处 因为他会认为说 同样是因为他不想要再发生第二次 所以看起来这种 其实他本身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蛮复杂的 也是蛮矛盾的 那这变化也会认为啦 有很高的基础就是你们这一组可能是双生火焰的 可能性非常高 因为他会那么常想到你们俩之间关系好的跟不好的 可是不好的呢 他会觉得有点痛苦 而不是觉得很那种恨意的感觉 或者说也没有那种厌恶的感觉 比较像是一种 他想要从你们俩之间不好的那些的事情里面 整理出一个逻辑 或整理出一个思绪 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对说爱情这个部分 需要重新去做个定位 重新的去思考 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感情 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这边的话有个很高的几率啦 也会觉得或许这个人在跟你断联分手之前 应该是有可能有别的外在的因素 第三者 第三个人 应该是不是讲第三者 应该是讲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的口舌 或者说第三个人的举动 第三个人的推波 导致于说让两种关系慢慢走向一个结束 或者说慢慢走向一个毁灭 那那个第三个人的话 有时候并不代表是爱情 有时候可以代表可能是在讲两个人之间的 比如说朋友啊家人啊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比如说他的上司之类的 那其实这边还在看你们个人的状况 因为也会认为说 在对于这组的你们的话 其实如果说对方他能够更有勇气 或者是说他能够更有给予你们信心 那或许其实这种关系 就也不至于走到现在锻炼这个状态 其他事情里面对于说 这种关系有很多的疙瘩 或说有很多的不谅解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误会 也人会觉得其实更多是误会 对所以不晓得说是你们两之间 比较缺乏沟通 或者说可能比较缺乏在对于说 这种关系中的 你觉得苦楚的地方 或说你觉得比较没办法接受的地方 你可能跟他讲 但他没办法站在你的立场上 或说他可能没办法站在你的立场 去为你思考 或说比较没办法为你打抱不听 所以呢他就会再对于说 你们两人之间关系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会 那产生这样的误会之后 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你的之间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疙瘩 所以其实这个人 他现在是蛮常会想到你们 但是好的不好都会想起来 那才会导致说让他会觉得 关系之中如果说真的走到这一个局面 或说走到现在目前这样的状态 那他也不会想去做任何的努力 跟任何的改变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因为他觉得 两件事不适合 就算真的 有恢复联络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说同样事情再次发生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也是会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处理 因为他也不想要再发生同样 让他觉得很矛盾 或说不好的事情 好这样所抽到的是死神牌 那死神牌代表说 他会觉得其实两件事 目前这个锻炼 或许是最好的决定 不能讲结果要讲决定 为什么会讲说是一个最好决定 因为他终于可以从这种 比较复杂的情绪 复杂的思绪 或者是说这种五味杂成的感觉 慢慢的去抽离 只是在对手量之间断练的话 他也会觉得 可能当初断练的方式 有点太过于粗糙 或者是说断练的手法 会让他觉得也是有点诟病 但是他跟你断练的这个状况 或说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只是在于用一种逃避的心态 他会觉得或许当两只间断练之后 就这样的莫名其妙断练 或说这样子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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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这样子结束 那代表说 只要当两只间 能够从原本的这种五味杂成 或者说你找的情绪之中 拉出来之后 其实反而会因为在断练之后 是能够更加的沉淀心灵 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定位 重新思考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 自己真正所想要的东西 那或许两只间再次见面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机会当朋友 这是以他的角度 他自己去思考的 他自己所去整理出来的想法 那但也是因为 有可能他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件事 如果说他没跟你们讲过 因为他认为你一定不会接受 那你一定不会接受的话 那万一你又死产烂打 或者说万一你又 对他讲出一些让他觉得心很痛的话 或者说让他舍不得的话的话 那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的去面对 或说没有办法那么果断果决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他曾经真的有跟你们讲过的话 就代表说他会希望说给你们这段关系 再次一个机会 或者说给你们这段关系 一个未来再一个更多的发展的 不一样的期许跟期待 就是所谓当朋友的意思 如果说两天本来是很有暧昧的感觉 或说有交往过 在这次锻炼之后 或许反而是能够 未来之后可能可以当更好的朋友 或说可以当更好的伙伴 或者是说可以当闺蜜 红粉自己之类的 对 好这一块所抽到的是恋人牌 那恋人牌呢 通常除了是有爱情的意思 也是代表着是沟通的含义 那这边的恋人牌呢 云云会认为啦 或许他会认为说 其实两间分开对比之间都是最好的 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呢 或许你们两个人之间是 不要有结果 然后双方之间各自去找 属于自己的感情的话 或许才会让能够这段关系 是走向了更好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其实他想到 你们两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 他也并没有到那么的 想要一定要跟你有个结果 他觉得曾经拥有就可以了 那在这边的恋人牌呢 也可以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他曾经是有喜欢过你们 那他在跟你们分开断联之后 他自己重新去思考 会认为说 他应该是真的有喜欢上你们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有没有分开 本身以他的角度来讲 就会认为 其实自己曾经在感情里面 两人之间是确实是有情谊 是有暧昧 是有感情的 所以至少以这种排面上来讲 一直代表说会恭喜你们 这个人他真的很在意着你们 或者说他确实也很喜欢你们 可是因为在对两人之间相处的摩擦 或者说两人之间的观念上的不合 或者说两人之间的生活作息 不搭配 或者说两人之间的生活习惯的模式 思考的逻辑模式也不太一样 那就会变成说 但他觉得其实关系是必须要 从头开始从头来过 那他也会希望说 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 可以遇到跟你不太一样的人 对 就是希望说自己的未来对象 是可以比你在更好的人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人他就真的 夜里还蛮常想到你们 那刚刚有没有提到说 其实在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里面 他的角度来讲 就是会还蛮喜欢 或说蛮在意着你们 很想跟你们有进一步的去做了解 那虽然两个之间已经分开了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只能说去各自的祝福彼此 但至少他会经常去想起 你们两之间的关系 那他也其实也会蛮祝福你 希望说你可以有一天 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份的感情 那他也当然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祝福他 让他属于拥有一份自己的一段感情 好 这句话是在关于你们第二趴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两之间的第三趴 那这句话我们所抽到的是 圣杯三 好 那圣杯三呢在那边代表说 或许其实在你们两之间的 这段关系当中 应该说以他来讲的话 他本来一开始呢 就只是想跟你当好朋友 或者说一开始他对于你跟你这间相处过程里面 就是感觉到相当的愉快 是比较能够去放松的 所以两之间关系后面走到如此的复杂 或者两之间关系走到后面 变得是像这样的状况 他也会认为是一定超出他原本的预期跟范围 所以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还是会尽可能的都是想到 关于你们两之间是愉快好的那一面 可是在对于爱情那部分 确实都慢慢的在消散了 因为毕竟我们前面的两张的主要的大牌 都会是属于一种比较负面的状态 就是圣杯八跟全葬五 那现在抽到一种比较正面的牌卡 是圣杯三 所以代表说其实他会想要是 目前他的角度来看是 比较不会想要去重回到 你们两之间的状态关系 他会比较倾向于说 是让他自己去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段感情 或者是说 他想要认识不同的人 去认识新的对象 那他也希望说 你可以去认识你属于你新的对象 然后他也希望说 两之间有一天真的见面的话 是可以当朋友就好 或者说当点头之交就好 就是不要再往感情的方向去走 因为你对他来讲 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 你们这件事真的还蛮有缘分 然后会希望说彼此各自的安好 好 那我们看到往下一张 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师 那宝剑师代表说 其实他本身在对想到你们 之间的状态关系 如果想到你的话 他看起来其实就是已经做决定了 那如果说他们这样子整体做搭配的话 杨卉认为说 在他的心里面 应该是对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期待 或者是说他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 一个想象跟想法 那我们就给第一组牌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说 你们会员专属的讯息就是 目前来看的话 你们还有缘分吗 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见面机会 还说就是在这次锻炼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缘分 我们就来用陶罗牌稍微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看一下你们俩这件还没有缘分 因为其实亚人会认为说 在这个心目中 他依然把你们看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人 会还蛮想要跟你们再续前缘 可是这个再续前缘很高的机会 就是通常在回到这段关系当中的话 其实就比较没有机会 是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发展 或者是说两件就真的只是一般朋友之间的关系而已 那如果说是在给予双同性恋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人他 这个人他会 他现在目前身边有没有对象 对有没有其他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他身边 就是给双同性恋的你们专层讯 就是他目前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 因为如果说其他对象 或许有去影响到你们后续这样关系中的一个发展 或是说恢复联络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跟可能性 好那这件话所抽到的是钱币三 好那钱币三这就代表说 其实在以你们之间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他会比较倾向说彼此之间就是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那如果说他身边有对象 假如果啦 也没有说一定有 如果说他身边有其他对象 他希望说你可以祝福他 你可以去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你现在身边有对象 其实他也会祝福你 那他也会希望说 你跟你心中的对象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那当出现这张钱币三眼 也会更加认为说 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会希望说 目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真的存在第三者的话 或说存在着第三个人的话 那他也会想要去 让两人之间都能够去互相接受这件事情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 其实在你们两间的关系 是有很高的几率是有第三个人去影响着你们 所以呢这个第三个人呢 依然还在他身边 或说依然还在去控制着你们两之间的这段关系 或说还在依然在他耳边 一直去推波助澜 或说一直去想办法让他去清醒一下 就是不要再让他自己 让他一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陷在这个泥沼之中 所以看起来那个第三个人 他真的用心良苦 那用心良苦的话 可能实会有点不太好了 反正就有点像在拆散你们的这个状态 那他自己现在也是蛮珍惜 跟那个人之间的相处 那他跟那个人之间的情谊的话 仰仰会认为 很高的几率就是 比较没有太多 很深刻爱情的感觉 最多最多就是暧昧 但大部分来讲的话 都是一种好朋友的状态 那或许那个人 他有点想太多了 或说那个人他有一些不太 就是有不太实际的想法 或说不切实际的 这些的期待 那只是现在他自己 你现在心中处想那个人 他现在本身在深夜里面 他就是会喜欢跟朋友聚在一起 几率比较高 然后他跟朋友聚在一起的原因 也是在于说他觉得跟他们聚在一起 是能够去让他不会再去想到 你们两只见状的关系 或者说他就也不太会 一直想要去 想到你们两只见状态中的这个遗憾 比较能够去转移到他在这段感情里面的 一些的注意力 所以呢 虽然我们整体排面上来看的话 大部分来讲都讲到一些比较负面的 或说比较不好的 但是雅阳把你们第一组的在于 更好的一个结论跟评断是认为说 其实对方是在乎你们的 对他来讲 依然还是都会想到你们两只见的关系 他依然还是会很渴望着 两只见的关系是有一天 是能够再次的改变 是有一天能够再次的相遇 有一天是能够再次的往 彼此之间更好的方向走 那雅阳会认为啦 这一组的你们 其实对方来到你们生命里面 势必是有一些的课题 要让他们去学会 要让你们去面对 要让他们去意识到 或许自己在情感里面 一定会有一些的盲点 那也像说如果说你真的有感受 或是有真的感觉到这个盲点的话 希望你们是能够去意识到 自己的感情里面的这些地方 是需要去改进的 因为这样你们之后遇到下个对象 才会 就是说才可以能够好好的把握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也希望说你们可以尽早 从这段关系之中那个伤痛走出来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目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 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哟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排组的朋友 那我们看到在验证排的地方是 你目前呢 在对说他的想法 好 这件话首先我们抽到的是 权杖石 好 那权杖石呢 在这边代表说 呃 第一个是你们可能会认为 呃 跟证之间的这个金断连状的关系 其实对于你或是对他来讲 都会是彼此之间一个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一个遗憾 或者是说 在对说这段关系 你们心里面真的会有很多的不舍 或者是会有很多的不甘心 因为你们会认为说 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能做的 你们都做了 你们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的事情 你们也做了 那你们在卑微的事情 你们也 呃 你们也愿意去做了 所以呢 在这段关系当中 两之间现在呈现出 现在这样的一个目前局面的话 对你们来讲 其实 你们会觉得 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出现 的话你们会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 这段关系 或者说在面对说 复合或是这样之间 从来到过往这件事情 你们已经开始有点 不太敢去 有太多的期待 就是你们真的会去想 没有错 你们也会去期待也对 可是当真的 如果说有一天 拥有了 那这拥有的这个 刚开始的那个出毛的阶段 呃 你们心里面是会 不觉得说 有点不太可能发生 你们心里会期望有 但是你们心里也明白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觉得 这件事情会发生的 这个部分 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对于说 这个人你会觉得 或许他的生活中 真的遇到很多的困难 无论是经济 或者是工作 生活 家庭 或者说人际关系 就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你会觉得他 一定是因为遭遇到了一个 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 或者说真的遭遇到了 让他觉得心里面 真的受了很多伤害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去 处理面对的 一个状态 那对于你们来讲 就是会 以一种 很 呃 舍不得他的心态 去看待于 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第三个部分 是有可能 这样的关系 真的或许 你们真的也拖了很久 然后你们 其实 在对于这个人的话 你们一直以来呢 也是 呃 很想要知道答案 那终于在断练之后 你们反而会有一种 松一口气的感觉 其实松一口气的感觉 就是说 你们其实对于这段关系 一样会有期待 你们会觉得很难过 对方怎么跟你断练 或者是说 你们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个决定 但是当你们 回想到 你们曾经最卑微的 那一段时光 你们为这段关系 为这个人 你们做出所有一切 你们 不太想要做的事情 那反而在断练了之后 你们其实 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 我好像不用再去做这些事情 我好像不用再活得这么卑微了 或说不用再为了爱情 好像总是一直 找不到我自己 那会因为在断练之后 你们重新的 你们也必须要面对 说这个孤独的这段时间 你们反而去更加认识到 你们自己 心里面到底是对撞关系的 这个评价 所以当你们想要他的时候 你们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不用面对他 我也不用再做这些 不用被他情绪勒索 那我终于心里面的一个 重石头 终于可以放下来 慢慢的缓慢的 缓慢的终于放下来了 可是事实上在 权杖史还是代表说 你们本身在对于 这些关系 依然是有相当 程度的期待 或者说在这个期待过程里面 还是会依然想要 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 这个机会 或者是说 还是有可能性 只是你们会 比较矛盾 就是你们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你们想要拥有 但是也会觉得 好像没有拥有 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会一直 心里面就是 是相当的有层次 然后也是相当的 无畏杂成 相当的复杂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然后再次出现的是 吊人牌 那吊人牌代表说 第一个是 你们在对于说 这个人 你们会觉得 或许现在他是 正在经历一个 比较沉静的这段期间 那你们对于说 这个人状关系 还是抱持一定程度的期待 你们会认为 或许对方想通了 他准备好了 或说当他事情解决了 那他就怀着你们了 这是一个比较 你们在对手状关系 是或说对这个人 是抱持这种 比较正向正面的 这个想法 或者是说是 比较积极的 想念 思念 评价 但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 有可能在关系里面 你们有一部分 就是会觉得 其实这段关系 可以趁着 在断连一段期间 重新去思考 你在对手状关系里面 你想要什么 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 你希望他呈现出什么 所以其实在 如果说是属于 第二种解释的人的话 意味着说 目前的你们 会因为两只间 分开一段期间 你会觉得 其实蛮想念他 没有错 但是你更想去拿回 你的力量 你不想再让自己 如此的内耗 你会希望说 让你自己 可以去 重新意识 认识到 你自己心里面 本身在对手 这个人的 评价 是不是够客观 或者是说 是不是你给他 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期待 跟不切实际的 一个想法 就是现在你们 本身在想到 这段关系的 或是想到 这个人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 现在断连这段期间 其实反而会是好的 不会到 太差的一个决定 只是对于说 断连这个状态 是难过的 没有错 但是会觉得 这个状态 这个决定是对的 所以你们还在等 在两人之间 都想好的 这个部分 或者是你们 有可能两人之间 就讲好 给彼此之间 一个月时间 一个礼拜时间 或是说 三个礼拜时间 等两人之间 时间到之后 再重新回看看 或是说 重新的相处看看 说是不是 那之间是否 真的是适合的 好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有可能 这段关系 如果说你们是真的 突然之间 断连的人的话 就代表说 你们在对手 这段关系 可能已经有去 求生问补 或者是说 可能有偷过一些占谱 比如说 你们有做过一些的 法会 或者说有哪一些的 爱情的 那种运势的小物 那你们可能 就是有对他们许愿 那你们会认为说 那那个老师们 都因公讲说 这段关系是有机会 那只要我等待 这段期间 或者说 我只要做什么努力 或者说 我只要去做什么善事 其实这段关系 就会有转换 余地 或者对方就会回来 就是你们在 对于说 这段关系 你们会认为 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还是有可能可以得到 对方回到你们身边 这可能性 所以你们还是 继续保持在一个 愿意等待的这个状况 那这边 杨阳会更加倾向人说 选要这组的你们 其实有大部分的人来说 会因为断联了之后 其实你们更加清楚知道 自己本身在面对说 这个人 你会发现到 你一直都不客观 会因为在断联了之后 你发现到 你好像变得 比较中立一点的 或者说比较客观 能够去看待于说 赚关系 或者说看待于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真的符合你所想要的 那杨阳会觉得 其实你心里面的直觉 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好 那我们来去往下看 这件所抽到的是 月亮 那月亮代表说 第一个是 你会觉得两人之间 是真的非常的有灵性 或者说非常的有感觉 或者是说 会觉得 嗯 两人之间 仿然是有一种 心电感应的感觉 就是说两人之间的这个 尽然没有互动 或者说真是已经断联 你还是会经常感觉到 会因为在某个timing 或者说某个时间点 你会想到他 可能出现他的现实动态了 或者说当你突然觉得 他好像应该很想我吧 为什么感觉他好像 在呼唤我的名字 好像在思念我 结果已经打开手机 诶 怎么就突然出现通知 或者说出现一些 跟他有相关的东西 或者说可能可以 看到一些天使的数字 就是说在对于 这种关系 你会觉得仿佛 好像存在着一种 说不出的连结的感觉 或者说存在着 有一种好像被神给指引 或者被你们的 信仰给指引 好像那段关系 就是需要由你来去面对 这段课题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第二种解释 代表说 你们在对于说 现在目前断联 这个状态的话 你们其实是心里没有底的 你们会认为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这段关系 是不是有 可以再更进步的 这个机会 还是说这段关系 就是永远就是 持续这样子 断联这个状态 所以其实你在你们心里面 是真的非常的慌乱 然后也是觉得 心里面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你们其实很想赶快知道 这段关系的最终章的一个结果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 现在卡在断联这个状态 然后对方可能讲的也不清楚 或者说你可能感情也放不下 或者是说 这段关系只呈现出一种 不明朗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 会呈现出一种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或者是说 会一直常觉得 心情很乱 然后会一点控制不住 自己的一些情绪 或者说常常会 比较多愁散感的状况 因为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 还是有抱持着一点点的期待 或者是说还是会 希望说这段关系 是能够有再更进一步的 这个想法 其实有可能目前 现在你们是真的 比较没有办法看到 这段关系中的未来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 非常的担心 但是有个部分 也会认为说 这段关系中 也会因为两肢间断联 你反而能够 更加去看透 自己本身 就是说这个人 在你的生命里面 或说在你的心中 到底占有多大分量 所以比较正面的人的话 会认为可以透过 断联这个状态 重新去意识到 这段关系对于 最后自己来说的一个重要度 或者说重要的程度 到底在哪个地方 那如果真的不重要 你会觉得 趁着时间就把它给忘掉 那如果说真的很重要 你们会认为 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 会想要这段关系 重新开始从头来过 想要再试着相处看看 所以现在你们的话 也会认为 想要这一度的你们 依然还是对于说 这段关系抱持一个 很大程度的期待 还是会认为说 对方或许时间到了 应该还是会因为 在乎你们 而回到你们身边 只是在对说 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能够 成真你们心里 也是没有一个底 是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但是你们心里面 还是会期待 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所以这组的你们呢 看来似乎你们心情 真的相当复杂 但也还是会希望说 你们可以愿望成真 可以因为在 段联之后 更加明白 知道说 这段关系对于自己来讲 对于彼此双方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存在 好 这件事的话 以上验证牌 如果说有符合 或说让你们觉得 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 选到中间第二组 排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看说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在夜深的时候 会想起你们吗 好 这件话所为大家 抽到的第一张牌 是节制 好 那这张节制排的话 代表说 其实在夜深人间的时候 他也确实会去 想起你们两 之间的这种关系 或者说会想起 你们这个人 那杨卉觉得 其实在这组的你们的话 看起来其实 这个人他应该 蛮在乎你们的 那他对于你们在乎是 有包含着喜欢 或是有包含着好感 或说是有包含着在意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是说 这样一个情愫 在这一段的思念里面 或者说在这个 他享受活跃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这话或许 有可能在你们过往的相处 或者说你们过往的经历里面的话 你们曾经为这个人 你们一定付出了非常的多 或者是说 你们一定经历了非常多 让人觉得痛彻心扉 或者是说 让人觉得 哭断肠那种 相当多的 这一些的过程里面 那你们两人之间的 这段过程当中 所经历的这些 种种的一切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 曾经这一些的 状态的话 在他心里面 总是会没办法挥之去 或者说他依然还是会 非常的在意着你们 还是会依然去想到 你们两人之间 曾经的各种的点点滴滴 那出现这张解字排花就有很高的 几率也代表说 其实这个人他真的很想要见你们 然后他也很想要去跟你们说说话 或者说你想要去知道 关于你们两人之间 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你们两人之间 这段关系是不是 还会有再次的恢复联络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说当出现这张解字排 并不代表说你是唯一哦 只是单纯代表说 对方他是会想要你们的 会想要知道你们的 好不好 或者说想要知道你们 现在目前的生活啊 想要知道你们的近况 想要多了解你们这个人而已 并不代表他会想要跟你们 有一个更进步的发展 所以希望说你们要 跟痒痒一样 我们用种比较客观的角度 来去看待这张牌 只是这张牌唯一好就是 对方他会想要跟你们有联络 想要互动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看一下 后面的牌卡 因为如果说单单 以这张牌来看的话 那就代表这张关系 是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机会 而且不管你们之间 断练了多久 其实在哈信里面 依然还是会去 想要跟你们有 再续前缘 或者是说 迫近重缘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牌好了 再来一起做解析 好那下张牌的话 这边所抽到的是 圣杯王牌 好那圣杯王牌呢 代表说 其实在你们两之间的 这张关系当中 既然已经断练了 其实对方会因为 在对于跟你断练 或者说在跟你分开之后 其实他反而更加的意识到 其实他自己是很在意着你们 然后他也是很 喜欢着你们 他也是会 想要跟你们这张关系 是想要再继续的往下走 会想要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两人之间恢复联络 恢复联系的话 那是不是还有再一次 可以相处的机会 或者是说 是不是能够有再次的 再续前缘的这个想法 那这张关系的话 会因为在夜深人静 他的这段思念 去慢慢的累加 慢慢的去堆加 他在对于说 这张关系中的一个 未来的期待 所以如果说 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后面 如果牌卡出现也不错的话 那就非常高级 就是有可能对方 可能在近期之内 会有想要主动 联络你这个几率 非常的高 其实说在影幕前 如果说 单单以这样牌来看的话 表示其实 或许如果说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多愁散感的人的话 那他也蛮容易 会被他的情绪 或说被他的回忆牵着走 那就要看说 他自己本身 在对于 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好感 或说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中的一个 期待跟思念 他是想 他是会抱持着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 或者是说 是不是有办法 继续的持续下去 他在对于说 你们两个之间 这段关系中的 未来相处的 更多的期待 这个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 其实或许有可能 这个人 他本来呢 也是属于一种 想要有另外一半 或说想要谈感情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如果说 在你们两个之间 这段关系 断联了之后 那他自己本身 想要谈感情 那有时候也会 如果他生成 这种更好的对象的话 那有可能 他会想要去接受 新的人 那大盘上 要等一下看 后面更多的排卡 才会知道说 究竟这个人 他想到 你们两个之间 这段关系 他是真的会想要 再跟只有 单分是你们 你们他的唯一 还是说 其实任何人 都可能可以去取代 于你们两个之间的 这段回忆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说 你们两个之间 这段关系 曾经真的是 有因为一些 不可抗拒的因素 然后导致 说远距离 而分手的人的话 那其这段关系 以这两张排卡 会出现的话 有很高的 其实就是 他会 喜欢 继续喜欢着你 但是他会愿意 去接受 这段关系 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是 这种这样的状况 就表示 两人之间 再一次 他想要主动 跟你们复合的话 除非是能够去解决 远距离这件事情 要不然基本上 当再次的恢复联络 他只是想要 跟你讲清楚 然后 会想要跟你说明白 想要明白的 让你知道 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心里面的感受 但是在关于 要不要 真的复合的话 虽然真的复合 其实也会维持不久 因为 远距这件事情 一旦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说 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 那也意味着说 同样的问题 会再次发生 可是他自己本身 也不太想要再经历 相同的问题 跟相同的状况 因为他也会觉得 这一切 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 他觉得不公平 或者说 他也不太想要去面对 跟处理的 这个问题 但是以情感层面来讲的话 他的心里面 是满满兜你们的 他甚至也是 还满在乎着你们 也是会想要 跟你们两次一段关系 能够在 在这相遇 然后再次的 跟你们有 更多的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亚恩会认为说 你们两之间的话 是真的很有缘分 那既然是 两之间断联了 没有任何的联络了 或说分手了 他也依然还是 总是会去想到 你们两之间的状况 还是会去想起 你们各种的 点点滴滴 那他想起来的话 其实都会是属于 两之间比较好的那一面 或者说两之间 曾经很开心 相处的那个部分 或者说两之间 刚开始认识啊 然后到交往 然后到分开 这些所有的 启程转合 或者说这些的 一个过程里面 他都会去 想得很透 他都一在脑海里面 夜深里面 会只不断的 去想到 去思考 最后其实曾经 未尊关系 你们曾经所 讲的海事三萌 他也都会想起来 对 看起来其实 杨阳会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是属于 那种情感 蛮深的人 就是说 他是蛮重感情的人 他也是一个 很渴望拥有一段 属于自己 一个稳定的爱情的 这个想法 他这个更像是一种 想要是稳定的感情之外 那这个感情 也是要希望 可以更深刻 然后可以是 两人之间 因为长期相处之后 所日久深情 累加出来的 嗯 的一种的相处的模式 因为这个人 他其实好像本身 就不太容易 会去接受一段 新的感情 必须要透过日常生活中 相处久了 那个感情慢慢堆嫁 他才会觉得 比较能够去信任这个人 所以他本身的防备性 应该是也蛮强的 因为他自己在面对说 比较不同的人的 呃 想法的话 他反而就会 比较会有一种防备性 就是比较没办法去信任 跟他比较不熟的人 或者说可能刚开始认识的人 或者是说可能认识 时间不够长 不够久的人 他都会没有办法 所以呢 也会因为 这件事真的已经 相处一段时间 那他也慢慢渐渐的了解你 那你也了解他 那他也觉得 两之间互动上面 是蛮愉快的 然后再来就是 这张牌画也会觉得 蛮高的据就是说 你们这一组的人 有什么高的据 应该是灵魂伴侣 就是说两之间是 非常的有缘分 或者两之间的 心电感应的 是应该还蛮强 因为你看 圣杯加圣 三个 这样已经总共有三个圣 圣杯了 对 然后这个天使 就好像仿佛是 你们之间的缘分 是有被宇宙 或说被天使这样牵引着 那你们双方之间 是有这缘分 今生再次的相遇 然后再次的 拥有彼此的 这个过程 好 然后接下来 所抽到的是 权杖五 好 那权杖五呢 代表说 其实他想到 第一个是想到 两之间的关系的 这样子的分离 跟分开的话 其实他心里面 也是真的很不好受 他心里面是觉得 也是非常痛苦 也是非常的 不想要接受 两之间的关系 是走到这样的局面 那在对的时候 要不要跟你复合 或者说跟你联系 这些信息 他心里面非常增长 他心里面也是 不太愿意 或者是说 也不太想要 让传关系 是 同样的问题 再次发生 或者是说 在对于所有两之间 到底适不适合 这件事情 他心里面是 一直都抱持 这个很大的问号 虽然呢 想到两之间 关系 他是好的 甚至他也是 思念你们的 然后他也是 很在意着你们的 他也是会想要 关系 是能够再去前缘 是能够再继续 走下去的 可是 当想到 两之间的摩擦 或说两之间 分开的原因 或说断练的原因 他会觉得 好像又不应该这样 所以杨杨会觉得说 或许这一组 的你们的话 有很高的记忆 就是过往的 相处生活中的习惯 还有过往相处中 两人之间的模式 一定是有一些 观念上不合 或说两人之间 在对说 未来的 规划的想法 跟原本所 计划好的 可能有很大的 出入跟落差 然后再就是 这一组 不知道 是不是有的人 有发现 对方是有突然 变形 或者说有突然之间 就从 状态关系中 瞬间的走 走出来 如果说是有 这一组人的话 这个只是 小部分的讯息 没有到每个人 是你们本来就知道 对方本来 有变形的人的话 代表说 其实在对关系里面 他现在非常后悔 他当初不应该 选择别人 应该是要选择你 他应该要去忠诚 对说状态关系中的 原本的一个承诺 那这边两个 就是看到有一句话 是还不错 都记到现在 就是在笛卡上面 看到的 那就是 心动呢 是本能 但是忠诚是选择 所以他 如果说你们当初分开 是因为他变形了 这件事情的话 他觉得 他很对不起你 然后他依然是很喜欢你 他依然是很在乎着你们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 之间曾经是单恋 或者是暧昧 那我们这边抽到一张牌 就表示说 你们这段关系 曾经真的一定会有些摩擦 或者说是真的有让他觉得 比较不愉快的地方 或者说让他觉得 是比较没有办法 接受的事情 那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觉得 其实他应该要 必须要冷静一点 或者他不能再 把太多的情绪 或者太多的期待 放在你们两之间 这段关系 因为 他会喜欢 但就只是默默喜欢 他就只是默默的 会想去关注着你们 但是他也不会至于说 到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他也不会 想要去多做什么 所以 也可以意味着 如果说出现这三张牌 有很高的基础就是说 他喜欢着你们 想要再见到你们 但是 如果说他身边有出现 他也喜欢 或者说他也觉得不错的对象 他会想试试看 但是 他对那个人 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没有到说 很多深刻 因为 在他心里面 依然还是只有你们 他依然还是会 想要跟你们再去泉源 他依然还是会需要说 两次的关系 可以恢复的联络 可是他也会担心说 你们之间 如果说真的恢复联络 恢复联系 或者是说 恢复互动的话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如同他心里面 所期待 走向一个更好的 一个发展 或者是说 两次的是不是真的 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未来 那没关系 我们来去往下看 来看说这人到底 值不值得你去等待下去 他变好 或者说他鼓起勇气的那一刻 可是 这边也会比较不推荐 或者比较不建议 你们主动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现权杖舞 权杖舞代表说 其实他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 他依然是有他自己的 走不出的那个执着 或者说走不出的那个点 或者说他会 比较没有办法去面对 或者比较没有办法去 就是他心理状态 还没准备好 那如果说他心理状态 还没准备好 你们马上出现在他面前 那其实很多事情 本来应该要成功 后面就会因为你的鲁莽 或者说时机点还没到 你们就突破了 那这样的话 就会把原本所安排好的事情 就会被打乱 那这样这样的关系 可能反而就会走向一个 你们不想要所面对 或者说所不想要发生的局面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寂寞 或者说一时的孤单难耐 而做出让自己觉得 本来是拥有可以的机会 而去打破的 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动作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part的部分 来看一下第二part 夜深人静的话 他会有没有想起你们呢 对 因为从第一part看起来 他很想你们 他超想的 常常想起来 可是这个常常想起来 又会觉得 他好像没办法给予你们什么 对 好你看我们再次就抽到了 圣杯王牌 所以其实他对你很有感觉 然后他也是很在意着你们 很在乎着你们 他会想要让这段关系 是能够走个更长远的方向去发展 可是如果说 当你们验证牌 这边我们前面抽到的 权杖石调人跟月亮 所以这边就有可能代表说 你们之间这段关系 一定是对方做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或者说对方有做出一些 让你们觉得 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 处的行为 所以他的心中 现在其实经常会去忏悔 不过说他心里面 其实对你们这种 非常多的歉意跟抱歉 那也或许是因为 这些的忏悔跟悔恨 所以才会导致说 让他把原本这些的感觉 转换成是一种爱情 可是这边的话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真的曾经做出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然后从原本的忏悔 转换成爱情的话 而这是在否对于说 诞生中的人 如果说我们曾经 真的只是高度暧昧 跟单恋 高度暧昧中的人 然后对方真的做不出 做出对不起的事情 然后从忏悔 悔恨 转换成爱情的话 其实这个人 如果说真的回来的话 他还是会做出相同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一个 比较没办法去改变个性的人 就是会在失去之后 他才会觉得珍惜的那个人 就有点坏坏的 好 那如果说是曾经有交往过中的人 然后你们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如果说是他真的曾经出轨过的话 很高的几率 他应该还是会再出轨下一次 他虽然现在对于你们有很多喜欢 但是也是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你们 然后也是因为他可能现在感情状况 也没有到很好 所以他才会这么想要你们 因为他觉得你们才在他身上 所想要的那种安定跟稳定感觉 所以他就贪图你们这个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曾经单恋中的人的话 呃代表说 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 他会觉得是有一种遗憾 对 他这个遗憾的原因是在于说 他觉得应该是把握住你们 可是如果说真的曾经是单恋中 没有把你们关系讲破 你也没告白过 他也没明确表示出来 然后他现在这么想的话 如果说再一次的恢复联络的话 这个交往几率会偏低 呃这是一个在对于说 关系上面因为曾经没有讲破 那现在再次恢复联络 那也会继续维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反而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 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 那突然人性如果说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 就会容易成为一个逃兵 除非他这个人本身的个性呢 是属那种细水长流型的 或者是说他属于比较稳重型 那他可能就是还会想要愿意跟你 可能会想跟你告白 或想跟你试试看 可是如果说是属于比较年轻那一种的 或说可能比较心性比较不稳定的 情感上面是比较幼稚型的人的话 那么他就不太会想要去跟你稳定下去 他就会好像又不太需要了 马上又抽回来对于说 你们之间这样的感情 可是当然抽成圣杯王牌 还是必须要说 现在他在夜深人间的时候 他真的很喜欢你们 他也真的很常相信你们 他也真的很怀念 你们俩之间曾经这一段 让他觉得是很值得信任的这个关系 这是一个不可否则 也是非常铁钉钉的事情 好那么看到第二章 你看你们要抽到一样的牌 节制跟圣杯王牌 你看我们刚刚前面也是抽到 节制跟圣杯王牌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真的很想要见你们 他真的很想跟你们有互动 他真的很想要去知道你们俩之间的 问题点到底是能不能去被夸 我们来抽下第三章好了 杨绝这一组牌的你们真的太有缘分了 一直都抽到同样的牌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了 好看来是你们信仰跟宇宙 真的很想要给予你们更多的讯息 所以才让你们选到第二组 所以杨绝会觉得说 其实第二组的你们一定要去探讨 关于你们俩之间的前世精神 应该会有很多的故事 是非常精彩的 那这就看你们想要去找杨绳作战铺 还是说找新人的老师 或者说去找你们的信仰 或者说会有一些机构 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用催眠的方式吧 还是说官员成功的方式 都可以去看到这些的资讯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探索 关于你们俩之间的前世精神 因为这组的你们 对方他在跟你们分开之后 而且我们这边又一直不断抽到同样的牌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有非常高的几率 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就算分开之后 你应该还是会经常感觉到 对方的一些的空气中流动的感觉 杨阳相信说 如果说你们是直觉性够强 或者说是属于特殊体质 或者说你们是都有在做一些的 直觉上的修炼 或者是说个人心境上面的修炼 你们应该会觉得跟这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非常的深 你会觉得好像常常会收到宇宙的讯息 或者说会有一些在关于 信仰中的讯息 也是因为你们的缘分 你们的课题一直不断去突破 你们的人生一直达到更高的境界跟层次 所以呢才会去让你们感受 让对方去 好像跟你们之间的灵魂是有所连结的 那你们的连结 所感受到的这个连结 是真的 是确实的 好 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前壁石 那前壁石代表说 这个人他回来的时候 其实比较多的几率 比较 比较强 应该说比较真的 大多数是你的可能性是 他未来的时候他会尽可能的想要是采取一个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毁灭 或说不会结束的 那样的关系中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朋友的意思 会希望把他当成最要好的朋友 可是在以超这张牌子你们就不会想要 因为想要的是 希望跟对方是能够有进一步的交往 如果说他回来当朋友 那当然看你们个人到底要还是不要 因为这边的前壁石呢 他蛮特别 他跟一般伟特前壁石不太一样 这边前壁石呢 是大家都都是 像是年纪相反 就是说比较像是一种更加是朋友的角色 比较没有像是一种一般家庭中的角色 所以这边的话很明显就是说 他回来找你们 或说你们之间恢复联络 或说他想跟你们交谈 或想跟你们沟通的更高的几率的话 他会希望说 关系两人之间的经营方式 或说相处方式 是不要再有断联的 不要再有恢复 不要再有不好的走向 那这种方式最好的方法 就是两人之间当好朋友 因为爱情会有结束的一天 会因为不爱了 或说会因为出轨了 或说会因为不愉快了 就产生摩擦 那两人之间就会因为没有这个爱情而分开 可是如果说当朋友的话 双方之间就可以因为 这段感情里面 能够继续往下走 或者是说是不会因为任何的不喜欢不爱 或者说任何的摩擦 就这样轻易结束 就是会觉得当朋友 会比较能够稳定这段关系 比较不会因为失去你们这一个人 所以我们回归来 就是表示说 这一个人他因为太过于害怕失去你们 或者说他太过于害怕 没有拥有你们 所以他想要退而求 其实是选择去当朋友 对 因为我们这边是在讲断联 所以才会说偏向是朋友去做解析 可是如果说是没有断联的人的话 对方就很想跟你们共主家庭 会想跟你们交往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亚阳在对于说这边 塔木牌上面我们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解释 所以会希望说大家可以比较客观一点 因为亚阳会希望说 我们把事情想得很美好是好的 那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稍微的 认清一下事实 现实的层面 那当然其实有很高的基础就是说 如果说他回来跟你们当朋友 那你们相处也不错的话 那其中的关系是还是会有机会 是能够交往的 但是重点是 必须要解除掉这个权杖舞的问题 因为有这张权杖舞的问题 所以他才选择当朋友 或者选择当个比较不会那么轻易分开的 如果说你们能够去解决这个权杖舞的问题 就是之间的矛盾 或说之间的不愉快 或说之间的摩擦 之间的习惯 或说之间在对说感情里面 相处的方式 只要能够去扭转 去让对方没有权杖舞这个疑虑的话 你们就有机会 可以从原本的前臂石 变成是圣杯石的这个方法 应该说这个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part好了 对 我们虽然说可以抽到更多更好的牌 因为看起来其实第二组的你们 对方他真的很喜欢你们 很想念你们 很想跟你们有一个未来的方向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part的部分 第三part就抽到的是权杖权 终于出现权杖了 好那出现权杖权呢代表说 在他的想法里面 其实他会想要跟你们有个结果 甚至他会有想要主动找你们 会希望说 可以从你们身上 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是你看我们这边的权杖权很特别 它是有三个帆船 三个帆船在这边就代表说 应该说如果说我们再配合上面 其他的话 牌卡 可能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去做解读 就是比较不会去以一般塔罗牌的解析 会希望说用更多的宇宙的能量 去解读这几张牌卡 好那这边的话就代表说 在你们两个权权关系里面 一定有存在着其他让他觉得 是不错的对象 是他觉得比较能够把握的 那他在对于那些不错的对象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 他多喜欢他们 而是他觉得那些人 是比较能够让他相处是好的 那他对于他们的感情 并没有像对于你一样 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富 那么的丰沛 他就只是单纯觉得 好像跟他们也可以试试看 或者说他跟他们比较没有 这种的摩擦 或者说还是有保持的联络 跟你是断联的 所以他才觉得好像 要选择他们会更好 所以会希望说在这组的你们 要看对方决定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们刚刚前有提到说 好像比较不要去找这个人吧 因为其实这个人 他就是心里面的挣扎 还没有确定好 然后他也还没有去认清自己 本身在情感里面 他到底害怕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现在目前 在对于感情的话 他真的有很多 自己个人的想法 或者是说 他会有一些的癥结点 他没有走出来 你必须要等到他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关系 才会有可能性 所以很明显就是 如果说当对方回来的话 他一定会跟你们 明确讲出来说 他心里面的尴尬 心里面所在的点 他希望这样的关系 未来他所想要的那个结果 那到底你愿不愿意接受 就全民看你自己 对 好 那这边好像所唱的下一张 哇 你们又抽到全帐三 这次我排的你们 真的太特别了 你们真的要 你们真的一定要想帮忙 去找个你们认识的老师 去算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 潜事精神 因为 真的已经没有 好像是第一次了 你看你们前面的两 就是他这个人 对你们感情真的 风沛到一个不行 虽然我们没有出现 圣杯石 没有出现恋人 但是你看我们这边 都只抽到同样的牌 而洋洋在那边 一直洗牌 洋洋洋没有挑牌 所以这种人 你们千万记得 也要去找你们认识的老师 去算一下 你们的潜事精神 因为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太有缘分了 对 所以刚才前面提到说 你们这间灵魂伴侣 或许有一部分 你们是业力伴侣 对 就是说你们今天 是注定要相遇的 注定要遇到彼此的 注定要让这样的关系 是往一个更深一层的 方向去发展 或者说是你们人生 一定有一些的课题 是要让你们 必须要去面对到的 好 那我们就来给 那个 一般会员 付费会员 你们专属的讯息 我们就来预测看看说 未来三个月内 对方会回来吗 好 未来三个月内 对方会回来吗 那如果说是 双同性恋的人的话 我们来预测一下说 为什么今生 你们两人之间 会有缘分 对 因为这个会 呃 也会比较偏向于说 是以前式今生的方式 去解读 就是在关系说 双同性恋的你们 因为 因为其实每个人之间的 前世今生 性别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性相也一样会不一样 可是会因为 两个人之间的 前世的原因 累积下来的原因 这种状况 让今生的你们 才变成同性恋 才去学上 同性的这个部分 那我遇过说 有的人是 反正是异性 然后特别对同性有感觉 所以其实也是蛮适合 在对说双同性恋 你们这个部分 那这只是当 当然大家做参考 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其实连会员部分 呃 付费会员 也是大众占卜 但只是杨卉在 单独的拉出来 为你们去做一个 延伸上面的一个能量 因为看的人变少 那能量会更加的 集中在你们个人的身上的 那如果说你们真的 在金钱部分是比较充裕的 或者是说 比较不会有太多负担 的话 建议你们可以去找老师们 或找杨阳 我们来做一下 闲事金山占卜 因为这组的你们真的太有缘分了 一直出现同样的牌卡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 最后一张 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讯息 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抽洗牌的声音 真的很认真在洗牌 很怕要抽到一样的 好 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国王 圣杯国王代表说 其实这边这一组的话 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是真的很希望说 这段关系是能够说 很长远很长久 而且当这关系再次回到他身边 当他真的决定的时候 他一定会对你有所负责 可是这边有个问题 有个重点 或者说会有一个需要去 留意到的地方是 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 如果说等等他回来 跟你们讲 他要往什么样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来不及去做改变 意思说 当他回来 想跟你们当朋友的时候 就是真的一辈子 是当好朋友 就是最好的朋友 他不会跟你想谈感情 可是如果说他回来 想跟你们谈感情的话 或说想以交往为前提 两件事先当朋友 那你们就有机会 所以他回来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回来那个当下 是让你们两之间的 这样的关系 是会有一个新的转折点 新的契机 所以这个新的契机 跟新的转折点 你们真的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其实也没办法扭转 就你们只要留意一下 就是也不要抱持 杨卉希望说 本身在感情里面 你们可以去期待 但不要抱持着 一定百分之百的 呃 期望 因为如果说 你们所期待 跟他所提出来的 不太一样的话 那对于你们来讲 就会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或者是说 会让你们觉得 心里面是真的蛮难受的 好 那反正在你们这一组的话呢 以他的角度来讲 你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你们真的是 金生 就是铁钉钉 是注定要相遇的 可是在相遇之后 我们两之间很刻意 要全民看你们自己 要如何去做 这方面的 呃 处理 因为杨阳的 前世金生 我们会去看 你们的 双方之间 彼此的前世 然后前世之间的 共同的能量 然后再看 双方之间 前世主 遗留下的课题 跟你们的结果 那金生 我们就看说 你们的结果 跟你们的课题是什么 我们会去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内容 去推敲 或说帮你们去做 这方面解析 那如果说 呃 你们会觉得 其他更新人的老师 你们也可以去找他们 因为这组的你们是 一定 杨阳会真的很推荐你们 一定要去找 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人 去探索你们两之间 前世金生 或许 前世金生里面的内容 会有更多的资讯 是可以 让你们去 如何好好的处理 你们之间这段感情 如果说 因为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啊 本身对于说这段感情 你们应该很纠结 你们应该放不下 可是你们又不确定 或说不太清楚 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放不下 为什么这么的纠结 所以 请你们一定要记得 去 好好地探索一下 你们心里面的 这份的遗憾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以上选到 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杨阳 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账目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杨阳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 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 会员的讯息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 是你目前呢 对于说你心中 所想的那个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好 这边会让我们所抽到的 第一张牌是 钱币三 那钱币三呢 这边会有分几种解释 第一个是你们会认为说 或许现在对方 他是很努力地在工作 或者很努力地在他目前的 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呢 有可能就是因为在 很多现实中的因素 或者会因为在生活 经济 工作 这些的原因 所以导致于说 让你们两次见状关系 才会有产生出这种 断联 分离的这个状况 那第二种解释代表说 有可能会认为 状关系有因为 其他人的介入 或者是说 对你们两次见状关系 其实是有点在拆散你们 所以才会让对方 从你们状关系中 去做抽离 所以会认为 或许这种关系中 是这种第三方的一个人 来去介入 你们两次见的状关系 但这个介入并不是 跟感情 跟他喜欢他之间 这件事情有关 而是在对说 或许那个第三个人 是不尊 是不喜欢 你们两次见状关系 或者就是 想要去拆散 你们两次见状关系 就有点像是那种 那种八点档大戏 有没有 就是什么 叔叔伯伯啊 或什么好朋友 就是觉得 两个人是不适合 要去拆散 你们两个人 就是应该分开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较倾向就是 这种解释 好 那第三种解释呢 代表说 你们自己在对说 这个人会认为 还是有机会 两次见识能够有 再次的 交流 接触 或说还是有机会呢 两次见可以再次 碰面的这可能性 而且你会认为 两次见其实是有 很深的缘分 是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的 是能够拆散着你们 所以这种人 不知道说 是不是因为你们 是在相同的团体 活动当中所认识的 或说你们是在 相同的生活圈 或说你们可能真的 有些关于合约 金钱上的关系 所以会认为说 其中的关系 终究会因为 有一些羁绊是存在着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 那么容易的去拆散出 你们两个人 那基本上你们 还是本身在对说 这个人的想法是 属于一种 想要再跟他再去前沿 或说你会认为 其实对方是没办法 没有你的这个状况 或者说对方 其实还是会蛮想要 让你们两个之间 这种关系 是能够走得很长 又很长久 可是当你们回想到 这种关系的时候 或者想到这个人的时候 在你们心中 依然还是会觉得 两个之间 事实上 虽然不一定能够有感情 但至少会因为 双方之间的能力 都是突出的 或双方之间的习惯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 情依上的基础 或说情依上面的感 那种没办法 轻易被破坏的 也是因为 长时间相处下来 所以两之间的 这个关系是 非常深厚的 所以也是不容易 因为在这一次的断联 或说在这一次的 争执吵架 或说这次 比较没有联络状况之下 就会有所分离 或者说两之间 就再次没办法 见面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边也会认为说 或许想要这一组 等你们 还是会依然觉得 这种关系 其实断联 只是一小段时间 事实上还是会有 再一次见面的可能性 那只是看说 你们在等待一个 时机点 或是等待一个 时间点出现 然后浪状关系 是有个转环的余地 好 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 钱币 试者 好 那不知道说 是不是这一组的你们呢 你心中想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爱赚钱的人 还是说他是对于说 自己生活是有一定程度的 想法 或说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规划 或者说在对于说 自己的生活中 是属于比较务实型的人 那 呃 基本上的话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诶 目前现在这个人 他是很专注在说 他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在你们之前 断联 呃 在断联之前 对方可能就已经有跟你们讲过 或者说跟你们分享过 他自己在人生中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或者说人生中未来的想法 或者是说人生的呃 梦想 或者说人生中的一个规划 那现在他会跟你们之间断联的话 也是因为他必要去实践这些事情 所以你们本身在对于说这个人 你们是抱持这种 蛮正向想法 你们会觉得其他只是比较呆啊 或者说比较直 或者是说想法上面呃 比较传统 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固执型的人 所以呢 他才会没办法感情跟事业做坚固 或者说才没有办法跟生活中做坚固 那不知道说这一族的人 是不是有少部分的人啊 也会觉得可能你们知道对方 或许是因为有欠债 或者说有一些蛮大的负债的压力 钱 金钱上的压力 或者说可能有 呃家里的长辈要照顾 所以才导致说让他不 呃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压力 让你们要呃 必须要去能够体谅他 或者是说让你们必须要 为了能够去帮助到他金钱 才有办法去让这种关系 是有更明确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说想跟真的之间 有更多的未来的话 必须要是在他生活中 或是说在他的 事业里面是能够带给予他更多的方向 或说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帮助 那对方可能才会对于你 或说给予你们两之间的这种关系 有更好或说更愿意相处的这个机会跟想法 那这边的话或许有的人可能跟对方断练 一两个礼拜的几率蛮高的 一两个礼拜以内啦 就是没有到很久 如果说到很久的话就代表说 呃你们应该是有去偷偷打听对方的状态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验证牌的资讯 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 就表示可能你们就不是选到这一组 就是你们可能要选别组 就是这一组可能比较不是适合你 因为这一组其实看起来 你们对于说对方状态是非常的辽络之长 或说你们其实对于他的想法上面 是真的相当的明确 因为这一组的你们 其实在对于说这样的关系 恢复联络这件事情 你们是胜卷在握的 你们是觉得蛮有很高的机会的 只是你们会觉得 现在只能先是体谅他的状态 还是会对于说这样的关系 是抱持着还不错的想法 只是说在对方关系里面 你们会一直都没办法有出现胜贝 原因在于说 因为对方到现在 都一直没给予你们明确的承诺 或者说你们心里面 在对于说情感里面 所想要的那个程度 对方总是都没有做到 所以导致于让你们自己本身 在想到这样的关系 或说对他想法的时候 都会纯现出这种钱币的原因 就在于说真的没有 对方没有给予你太多 关于爱情情感方面明确的答案 没办法让你放心就对 他没有做到你要的那个点 所以你会觉得对方好像 其实就不太在乎你 但是你又很在乎他 就是你们陷入在一个单相思 或者说死胡同的这个状态 好这样的时候抽到的是钱币 你看你们又抽到钱币 那这边就代表说 其实在对于你们双方之间的 这段关系里面 或者说对于这个人 你们会觉得他或许现在 其实是不太想要谈感情 或者说他现在面对感情这部分 他是没有把太多时间放在这上面 心思没有在上面 他比较想要的是在工作跟赚钱 好这是在对于说 你们可能本身是觉得他是这样的人 好那另外一部分就代表说 或许我们今天如果真是远距离的话 那也会容易出现 你们会觉得其实对方他想要就是在 能够长期的相聚见面 或者说是在同一个现世 或者说生活住息要比较雷同 要比较相近 才有办法去推动这种关系 所以这一组的你们不知道说 是不是因为真的对方很爱赚钱 还是你觉得他很爱赚钱 你觉得他很爱赚钱 跟他真的很爱赚钱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觉得他是很爱赚钱 只是他带给你的感觉 或者说你自己的意测 那也有这边验赚白表示说 你在目前对他的想法 所以也会比较倾向你说 你们不要去明白的 知道说 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说感情 他是真的不想要谈感情吗 还是他是真的因为环境 现实因素才不想要谈感情 还说他只在你面前 故意表现出他不想要谈感情 因为看起来一半一半 有的部分是觉得他真的 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感情上面 然后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 对方可能真的想要谈感情 但是可能就因为有一些距离上的关系 或者说有一些现实中的考量 所以才没有办法给予你们承诺 那如果说看到这三张牌的话 也会觉得隐藏的讯息是 对方应该还蛮想要谈感情的 但只是你们不是那一个人而已 对 也好像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看起来 你们虽然对他是这样的想法 会觉得他好像不需要谈感情 或者说真的会有一些环境的压力 但是 排面中的讯息透露出来 就是因为 对方他会带给你这种感觉的 一部分原因是在于说 他其实蛮重视你们这个人 或者是说他蛮想要 呃 把你 把他可以放在你们心里面 然后 两个人之间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恢复联络了 或者再次见面 他想要跟以往一样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谊 不会因为距离 不会因为时间 没有什么时间见面 或者说没有什么机会相见 也是能够去维系你们之间的 这一段的情谊 是情谊哦 不是感情哦 所以代表说 他会希望说转观 是能够走得很长远的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这个人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觉得 再给他一点时间 再给他一点机会 或者说这段关系 或许就是会有一个转机的可能性 只是在彼此双方间都还在等待着一个最要 最好的方式 让人之间可以相处在一起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这一组拍出你们验证拍的资讯 那如果说有符合 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 选到最右边第三组排组的朋友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有想念你吗 好 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 第一张牌 这边所抽到的是全帐八 那全帐八呢 似乎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对于说他自己人生中的目标 或说他自己人生中的计划方向 他是非常的明确的 然后再去他的生活应该是过得相当的充实 也是非常的明确知道说 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其实大家就知道说 当抽到这张牌的话 本身代表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他就是没有想起你 那他也想到你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这边也可以意味着说 你们在他的心中的那个位置 或者说心中的那个角色 比较偏向说像是朋友般的角色 或者说是一个认识的人的角色 或者是一个点头之交的这个角色 因为呢 在他的人生中的方向 或者说他目前的目标来看的话 他可能有些的压力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的计划 是他必须要赶快去执行 或者说他在对于说 自己所想要的人 或者说所有感觉 会有感觉的那个人 他是比较明确的 那他在对于情感中的决定啊 或者说一个方向 他也是非常清楚知道说 自己到底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如果说你们是在过往 经常会有相处接触 或者说真的是有交往过的人的话 其实你们应该是不难会去发觉到说 其实这个人 他本来就没有把太多心思 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 例如说他经常已读不回 或者是不读不回 或者说很难找到他 或是对于他的行众 行中 行中 你对他的行中 其实是非常的不明白 也是非常不太理解 所以他可能曾经有跟你讲过 他的生活中的行中 或者说他生活中的目标 或者说他的在休假时候 他个人的规划 可是当你去细细推敲 或者说当你认真的去发掘 去思考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他好像永远只会跟你讲 对他是有利的 所以其实在以另外层面来讲 他表示说 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样关系当中 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 欺骗上的存在 或者说是有个不老实的存在 因为他也蛮害怕说会被你念叨 或者是说会被你给嫌弃 或者是没有办法被你给接受 他这样的一个一面 那但也是因为在于 他在面对所有人际关系 或者说在面对于你的时候 他会没有办法 那么坦率的去承认自己 在对说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 他是不上进行的 但是他是比较没有兴趣的 那也有可能代表说 他在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情感 或者说有爱情这个程度存在的话 他是容易当一个 懦弱的者 懦弱者或者是说单小者 就是他比较不敢去直接面对 不敢直接去谈论出自己本身的喜好 或者说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说 自己在对手传关系中的一些的想法 可能很常会用一种消失的方式 慢慢的消失 或突然人就不见的方式 来去对待于你们 所以呢 他本身在想到 他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他是很着重在于说 他生活中的当下的每一刻 那他自己本身目前 有可能在你们专管情里面 他本身就没有 哦不会 应该是有 也会觉得他其实曾经有考虑过 或曾经有想过要 把多一点时间专注力 在你们这个人身上 可是或许是因为在 呃 第一个是 两人之间的相处 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太适合 就是之间是有摩擦的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你们真是远距离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只是一时之间的可以尝试 但是以长远之际 他会觉得不太适合 对 因为其实权杖八本身 有代表是旅行嘛 然后就是远距离 或者是说 嗯 忙碌 这种等等相关的含义的意思 然后第三个的话 有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 呃 他这个人会比较重视 在于说他自己生活中的步调 他不喜欢被别人给掌控 那如果说他觉得 你这个人身上 会容易想去掌控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想要去 呃 控制着一段关系的话 那他 对他来讲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感冒的一件事 也是他人生里面 他在面对情感的部分 他不喜欢被任何人给控制 除非他自己愿意 对 那是对于他来讲 或许你们之间关系有点像是你想去掌控他 那他又不想被你掌控 那他也不想掌控你 就变成两之间其实是比较不同调的 那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比较没有他所想要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好 那这样所看到的是世界牌 那出现世界牌呢 代表说他在对说你们之间关系的话 其实你们相处过程跟你们相处的方式 他就已经决定好了 所以本来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扭转 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改变 你们两人之间双方的这一段关系 所以呢 很明显的就是他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 一直以来他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或者是说他一直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去面对于你们 所以呢很明显就这段关系真的很难 是会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改变的几率 那对于说你们两人之间目前现在在断联的这个状态的话 他是能够接受的 甚至他也是没有感到任何的遗憾的 那同时也可以代表说 或许现在的他在你们目前的这一段关系里面 或说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会觉得两天之间断联的话 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会比较像是一种 彼此之间各自过各自好的生活 然后就有缘再相见 那无缘就是各自做好自己应该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再也就是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里面的话 其实曾经对方 就我们刚才提到他曾经可能真的有想过要跟你认真 但是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的状况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摩擦的关系 所以让这样关系让他觉得好像不太不应该继续往下走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下去 也是在于第一个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一些在 仰仰会觉得啦 应该是两间观念有很大的不一样 然后在相处久之后 他就会觉得两间真的是 与其说当恋人 其实更适合当朋友 然后甚至会觉得 如果说是当那种点头之交 或者说偶尔见面的朋友的话 他其实也会觉得是蛮不错的事情 仰仰会觉得说有可能在你们两间这段关系的话 好像是你很努力求来的 或说你好像很 你付出一百分的努力 可是只会得到他十分对于你的对待 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你的这个方式 然后就对方当初其实面对你的时候 大部分来讲 他应该都只是尽可能的 以他对说朋友方式来去面对你们 无论他曾经对你们讲说你们有多重要 或者说他曾经有对你们讲说 你们对他来讲是多么特别的一个人 只要他没讲说要交往的话 因为看起来其实也是有跟你讲说喜欢 但是喜欢也不代表一定要交往 所以呢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喜欢狩猎的人 他会是喜欢由他自己去争取的一段关系 如果说这段关系总是头怀送抱 或者是说总是你必须要去配合他 不是他来配合你的话 那这段关系通常也不会长久 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的配合度相当的高 甚至他会对于说自己所在意的人的话 他也会愿意去做配合 所以其实现在他其实生活过得算是蛮不错 所以他身边现在基本上啦 应该算是蛮顺利的 或者是说现在他是比较会喜欢过好他自己现在目前生活 他对于说自己现在的人际关系 他是很满意的 他比较不会想去做任何的变动 或者是说比较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 会想要继续的延续下去 他目前的生活状况 所以他也不想要生活中发生任何让他觉得突如其来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一组的你们会建议说 如果说你们对这个人感觉真的没有到那么的丰满 或者说真的没有到那么的丰沛 没有到那么的想要去非这个人不可的话 其实会反映的建议说 你们就可以慢慢从这段感情中去做抽离 对 那只是当他面对你的时候 他会把你当好朋友对待 或者说他会对于你的态度会蛮不错 但是这个还不错跟跑的对待 并不代表说他想跟你们发展一段感情 因为其实已经到世界排的地方 就代表说其中关系是已经呈现出了 最后的一个结尾了 就是说比较没有那种扭转的机会 因为他觉得两人之间相处的目前的方式 其实已经让他感觉到是已经OK了 是已经足够了 他觉得是已经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 可是如果说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呈现出像这样的状态的话 就代表说是已经没有爱情的成分 可以再改变进去 或者说没有办法再插入到爱情的关系 到两人之间的这个氛围 就像是你们跟你们朋友 怎么可能断着你爱上你朋友 因为你们的感情就已经很融洽 然后也已经互相认识了彼此非常久 或者说已经非常的熟悉彼此 那这样状况之下 其实在对于说要不要谈感情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困难或者是说不太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那现在所抽到的是权杖石 好那当我们抽到权杖石的话 看这边提到了 我们今天要说其实你们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境界了 或者说已经达到了一个 还不错 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出现权杖石呢 第一个解释代表说在以他角度来讲 或者以他角度来看 想到你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他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压力 或者是说他会有一种 不知道说该怎么去面对你的意思 那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的意思 是在于说 有可能以他角度来讲 会认为 因为他对于你们是已经他非常确定 他想把你们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可是你们在对双状关系 依然是抱持着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 或者是说会双状关系 是能够有一个再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说 他也会担心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你们 去面对你们 所以每一次当你们想要给他惊喜 或说你们想要去追求他 或说你们为了这段关系 想要去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一想到你们可能会 这种让他感觉到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或者说这种比较尴尬的场景 刚刚的局面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到有一股相当大的压力 或者是说 他会希望说两个人就是维持在朋友状态就好 因为 痒痒会认为 如果说以这样的三张牌出现的话 其实看起来对方蛮重视你们这个人 他重视你的原因是在于说 他觉得你是特别的 然后他觉得两个人是蛮有缘分 就是那种很有那种眼缘 对 眼睛的眼 眼缘 就是会有那种很莫名其妙的缘分 但这个缘分对他来讲 他其实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去思考过 就是说在两间相处的过程里面 但是很明显就是两之间在对说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是他喜欢你的这个人 但是你所呈现出来跟他相处的模式 却不是他所喜欢的 因为我们刚刚前提到说 这个人呢 他喜欢去狩猎 他不喜欢别人倒贴他 可是如果说当你倒贴他的时候 就让他对你知道的感觉 后面也会突然就没有感觉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 就是你们之间相处的方式 真的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或说第三个就是 通常啦 有的人或许是在外表跟内在 或说外表跟相处的模式 可能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那么这时候他就会觉得 两间其实或许不太适合 就像是所谓那种肌肉男 但其实可能喜欢巴里娃娃 那很就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肌肉男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 或者是说一个长发的正妹 奶很大 然后结果他却喜欢穿皮衣 或者是说其实很喜欢打拳击 或者说可能也很会去做重训 有腹肌之类的 就是说跟所谓一般 他所认定的这个的标准 是有落差的 或者是说对于说他所喜欢的类型 他是蛮固定的 所以呢当出现一个 行为举止上面跟他原本是有落差的话 其实就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这边人会觉得说 或许有可能你喜欢的这个人 他在对于说喜欢人的类型呢 跟一般的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说喜欢人的类型呢 是相当固定的 他比较不会去做改变 也并不会因为日久生情 或说也不会因为两只件事相当的有缘分 或说两只件聊得来 就会能够去温水煮青蛙 或者说日久生情 这个人他没有办法 当这个人他跟 基本上呢 他以他角度来说 他见到的第一眼 就已经确定好 他会不会喜欢上这个人 然后第二部分 当两只件相处过后 如果说相处的模式 跟对方的行为举止 是没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 那就是他一开始觉得好像再怎么不错 喜欢后面也会 就没有想要跟那个人继续聊下去 或说没有想要跟那个人继续下去 所以选到这一组的话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其实他本身是蛮容易 喜欢上渣男渣女 或者是说容易在感情状里面会有挫败 因为他有点太固执于选择说 他所想要的那种外表的人 因为其实这个人他本身是 有一点蛮重视别人的外形的 就是他比较不是看内在 内在比较多像是他在看朋友 所以或许这个人 他就在心里面再怎么想要谈感情 但是他也是一个 宁缺勿滥吧 的类型的人 然后如果说像权杖士 也可以代表说 在你们两之间的相遇的时间 可能是一个不对的时候 因为或许在那个时候的 他有一些的压力 生活动用压力 或者是说家族的压力 或者说亲人的压力 或者说可能经济上压力 等等之类 就是他并没有花太 没办法花太多时间 去思考一段关系 那两个对的人 在错时间点相遇 那就是没有缘分 就是要能够扭转的话 杨晖会觉得啦 就看你们的信仰 对 这是还是要满满看信仰的 对 这个塔罗牌的能量的话 通常比较看的是在当下的状况 那更遥远的未来呢 杨晖会觉得 就是能够参考 但是并不能够保证说 一定能够那么做 因为毕竟神明所 应该是说宇宙的神 他们所看待我们之间的事情 或是用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待这些的东西 好 这是关于我们第一part的部分 杨晖会觉得说 其实你们 这个人家心里面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没有错 但是因为两阵就是没有 缘分 或者说想法上面 确实产生一些不小的摩擦 所以因而呢 让他会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的 去对你们产生更多的好感 然后现在他就是很享受 应该说 不是能享受 应该说他现在是珍惜 现在目前生活中的当下 所以 这边他是属于那种 一旦走了 就不会留 不会再觉得可惜挽留的人 他是 心里面呢 他是非常清楚知道说 自己要什么的一个人 好 然后现在所抽到的是太阳牌 那太阳牌就代表说 其实在 呃 他的状态来看的话 他也 就刚刚前提到的嘛 这个人他是 其实是非常 懂得及时行乐 或者说争取当下的 这样的一个个性 所以呢 其实当他想到你们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面会觉得是开心的 是愉快的 可是这种愉快跟开心 却没有带着任何一丝丝 其他特殊的情感 所以当如果说出现这样的局面 跟状况的时候 你们要说要不要跟他 有没有机会啊 因为通常太阳牌代表说 其实两个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不错 然后对方其实想到你是非常有power 非常的有力量 或者是说是觉得心里面的情绪是蛮不错 是 是很享受这种关系是没有错 可是这边更加的 实际上是一种朋友之间的感觉 因为我们刚刚出现是权杖吧 现在又出现太阳 所以代表说 其实在双方之间这种关系 相处是快乐 是愉快的 可是却很难产生出一种 情感中的一个共鸣 或者情感中的一个连结 就比较像是一种人生中的一个过客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以他角度来讲 会觉得你让他学习到很多东西 你带给他很多蛮不错的回忆 那当然也是 他也希望说他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好的 或者是说是不错的感觉 不错的一些的回忆跟想法 所以呢 这个人他在对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其实没有到你想象中那么执着 他是 觉得人生中的每一个过客呢 其实都是为了去成就更好自己 或者说让自己去遇到更好 更适合自己的一段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人 对他来讲 你们现在断联 他的心中不会觉得是断联 他觉得就只是没有那么长联络 或者是说他只是觉得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表示两件事情没有缘分 就是好聚好散 就是也不会因为没有任何的联络 联系而感到任何的难过 他就会觉得他会去找一个更他 跟他更适合的人 或者说愿意理解他 或者说愿意去接受他这些观点的人 所以不知道说这一组的 你们心中的对象是不是一个海王型的人 或者说真的曾经有给你一些梦想 或者曾经给你讲一些的空头支票 那对于现在来讲 他不会想去承诺 他不会想要去允诺 或者是说他不会想要去实践 他会觉得就是已经过了 就是不会去有任何 想要去挽回的这样的状况 好 然后现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 钱币是从钱币是者 那钱币是从钱币是者呢 代表说 现在他呢会倾向你说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是断联嘛 说断联的话 如果说抽到这两张牌呢 就更加代表说 其实对方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会很想 珍惜像他当下所有的一切 然后像他身边的人事物 他会很看重 但是他看重的状况就是 他觉得会希望说 不要再过到跟你们曾经一样 类似的生活的方式 因为你们在他心里面 经历很特别的存在 所以他之后再遇到跟你类似的这样的人 或者跟状况 他一定会跟他们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因为他会不想 看起来不想去处理这些这么麻烦的东西 或者说他可能也不太想要去处理这些 让他觉得是 会让他感到心情很不好的 这些的状态 或说这些的情感的相处模式 他想要的是一段关系是稳定的 是平稳的 是不会有受到任何的因素跟事情 去受到他自己心情的影响 因为他是一个还蛮容易去习惯 或说熟悉某件的事情 就是说当他去习惯熟悉某件的事情 人事物或说一段关系的时候 其实他就也不太会想去做任何的调动 因为如果说一旦调动 他觉得为什么别人不懂我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抛弃我 他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但殊不知其在爱情里面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就没办法接受要在一起这件事 那当然不会想要把青春跟时间浪费在这里面 因为他不是追求你的那个人 而是你是追求他的那个人 所以两人心态会完全不一样 那他就会觉得你就是那个最狠心的人 殊不知他才是那个最可恶的人 然后再就是他自己本身会比较倾向来说 是找一个能够跟自己沟通聊得来的人 去做更长远的关系中的相处 例如说是相同的工作性质 或者说在同个工作的环境 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是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价值观 或者说共同的生活的模式 然后最终是这个人呢 他比较没办法接受远距离 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抽到权杖8 那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会希望说 能够常常见到另外一半 或说能够常常见到那一个人 所以其实这一组的你们呢 对方真的没办法交远距离 远距离真的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最大的一个败笔 对 然后这件所抽到的是权杖王牌 好那权杖王牌代表说 以他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他其实在他自己人生中的事业中 可能想要去努力 或者是人生中的一个巅峰 或者说他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为了要让自己的业绩变更好 或说想要去掌握好自己更多的生活 工作中的一个成就 所以呢 现在他呢 就是很专注在说 他自己的生活里面 所必要去努力的人事物当中 所以现在他的话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时间抽 这个时期抽到这张牌 也等同代表说 现在他会很努力的 去积极的 去认识不同的人 或者是说 他会想要有一段新的关系 新的缘分 但他这个新的关系的缘分 并不是以爱情为目标 而是以一个好的相处的人 所以权权会觉得说 或许有可能因为 他在经历跟你的相处过程里面 他更加的明确明白 知道说他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是说 他在一段关系里面 他真正所想要的那个模式 或者说想要跟什么样的人交流 接触 或者是说更深入的认识了解 就是他开始会变得是说 他以后在面对新的人的时候 他会更加的把 所谓的朋友 情人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点头之交 还把它分得更清楚 更不会让对方有那种遐想 或者说更多的 对说关系里面 不太 不太适合的期待 那这一组的话 权权会认为说 有可能很高的几率 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对象 他应该是属于变动星座的几率 是还蛮高的 因为在变动星座呢 他其实 既向往着 稳定的关系 稳定的 生活的状态 但是他又会因为自己的 个性 然后又会有所的改变跟 变动 会有调整 所以他常常会在一种 起起伏伏 或者说漂浮的状态 去对于说他自己的生活 周遭的人事物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看到下一张 这边所抽到的是 女地牌 那女地牌呢 就代表说 如果说当你们有一天 真的恢复联络的 真的恢复联系的话 那其他也是会希望说 我们关系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呢 我们以另外的角度来讲 就表示说 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位置 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抽到的 你们主要的牌的话 是权杖八跟太阳牌的意思 所以呢 代表说 当出现这三张牌 就代表说 对方对你 真的就是比较偏向 说是在朋友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说偏向 说对你是依然抱持着有 还不错一定的情谊跟好感 可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附加牌呢 它比较没有爱情的成分在 真的就是比较像是一种 只想跟你们当好朋友的 这样的状态的几率是相当的高 是比较没有往爱情的层面 去经营去思考 那没关系 我们去往下抽一下 接下来 它在夜深会不会容易 想起你们的这个部分的内容 好 那我们来继续抽 这边后来所抽到的是 前臂皇后 你们抽到皇后牌也 好 那前臂皇后呢 代表说 其实它在对准你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 就想到你的话 它会像是一种 已经反正就固定存在的 就是 简单讲就像是 卫生纸好了 就大家都会用到卫生纸 就是卫生纸这种东西呢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在旁边 好像谁都可以取用 那 当我需要的时候 如果说我没有卫生纸 我也觉得很痛苦 很难过 我会怎么办 比如说可能上厕所啊 或者说可能东西要擦一下 那觉得很焦躁 很焦虑 但是如果说 我不需要的时候 就是在旁边静静待着 所以它是一个 既需要又不需要的存在 是必须的 但也不是真的 身上需要的 所以你在他的心里面的状态 就像这样子 你是对他来说 很重要没有错 但是没有重要到说 他觉得你是 你没有办法被任何人给取代 就是很多 这是在面对朋友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对于你 其实是 你在他生命中 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的感觉 或者是说 他所感受到你的话 他会觉得 其实你在他旁边 是会让他感觉更 想要跟你相处下去 所以这组的你们 无论你们究竟花多少时间 陪伴这个人 或说你无论做多少 想要感动他的事情 其实这个人是 没办法被感动的 因为他是个 一眼定身实的人 他真的在面对感情 他是非常执着 他是没有办法 去处理太过于 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个部分 那 杨卉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曾经 真的拒绝过你 或者说曾经 没有让你 他其实心里面 很怕你受伤 但他就很怕会失去掉 你这个这么好的朋友 或者说你失去 你这么好的人 但他就希望说 你可以幸福 你可以快乐 所以当他面对到你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面的感觉 是有 蛮有层次的 他没有复杂 他非常轻辱 知道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但只是他想到 你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他其实真的不需要 不想要失去你 但是 如果说 两之间断联 会比较能够 让你好好的去处理好 你的情绪 或者说 比较能够让你去面对到 他的 接受到他的这个决定的话 那他就可能会选择 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去处理你们之间的 这一段关系 因为 对他来讲 你们在他心里面 真的是蛮重要的 可是这个重要程度 却没有到 让他想要再更进一步 那如果说 我们真的曾经 是有想要结婚的人的话 那 对他来讲 第一个是 他想要帮你当 红粉之忌 或者说当闺蜜就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可能会 愿意再跟你尝试看看 就是曾经可能真的快要到结婚的那个人 你们的关系 才是符合这样 不然如果说是单恋啊 交往啊 或是暧昧啊 基本上真的能对待于你 就是真的只是像朋友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比较没有打算 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这方面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 这边所抽到的是恶魔 恶魔 如果抽到恶魔的话 也会更加认定说 其实两张关系就是有 有缘分啦 就是能讲说真的有缘分 有那种莫名的吸引力 但是也没有到前世今生 或者说可能也没有到太过于深刻的感觉 因为如果说是这张三张牌 搭配起来的话 或许其实你们这个人的外表 或说你们这个人的外形 是他所喜欢的 或说你们这个人的个性 也是他所想要的 那有可能他一直来所碰到身边的朋友 没有人可以像你们一样 是这么的特别 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 是这么的想要让一段关系 是能够走得很长远 所以他会觉得 或许在你们身上 能够找到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或说安心的感觉 或者是能够让他看到 自己的生活是有一个新的重心 那他或许也是蛮喜欢你们的个性 所以呢 他就很想要从不上学到东西 或者说在你们身边 会有种安逸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你们一直来都把他 当成是一个很喜欢的对象 或说当成最重要的那个人去对待 那他却没有去珍惜 因为他可能也 贪图你的好 可是就不想给予你任何的承诺 或者是说 除非他真的有一天 真的遇到喜欢的对象 或说有一天你真的做得太过头 那他可能就会去切断你们两之间的关系 他就希望说可以让你们两之间的关系 是能够清醒的 所以目前你们两之间这个断练状态的话 以他的角度来讲 其实他真的不常想到你 但是当他有时候想到你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段关系是蛮重要 因为是让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是特别存在 他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像你们一样这么棒的人 因为你们在他心里面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影子 或者是有一个程度上的榜样 或说是有一些优点是他所喜欢是他所向往的 所以不得不说 你们两之间在对说感情情这部分的走向 两之间要的是不太不同的 所以杨卉觉得是真的还蛮可惜 也希望说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遇到一个真正所爱你们的人 我也在让你们谈的感情这么的痛苦跟辛苦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杨阳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目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杨阳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 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